6月18日 美国海洋知能勘探公司的泰坦号潜水器 带着5名乘客 在当年泰坦尼克号邮轮的沉船位置下潜 1小时45分钟后 潜水器失联 6月22日 海岸警卫队必用遥控机器人 在深度3800米的海底 找到了泰坦号的部分残骸 判断他在下潜到深度大约3000米时 内爆解体 5名乘客没有承受任何痛苦 均在10毫秒内死亡 泰坦号潜水器已经进行过54下潜试验 去年有28人搭乘他参观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 而这次怎么会瞬间就失势了呢 为推测事故原因 我们照猫画壶绑制一个同款潜水器 首先需要制作一个内径142厘米 长度2.4米 厚度12.7厘米的碳纤维圆筒 这个圆筒用浸泡着还氧树枝的碳纤维布 缠绕480层 并在137摄氏度下固化7天成型 接着再制作一个直径相同的半球形钛合金壳体 通过坚固的环形钛合金格框将二者连接 这就是泰坦号搭载乘客的耐压壳 用来注水和吹除的水柜 以及动力电池和控制设备就装在耐压壳底部 上面铺一层地板 乘客就只能席地坐在2.4米长的舱室里 由于这个耐压壳还缺个盖子 需要再制作一个钛合金半球 并在圆筒和半球边缘都安装带密封圈的钛合金格框 这两部分通过铰链连接后 半球就变成了可开合的舱门 再给半球窗口装上直径38厘米的球面有机玻璃 耐压壳就基本完成 最后在窗口后面安装马桶和地板 这样乘客就能在如厕时观赏海底景色 这时5名网友已经依次进入耐压壳 于是工作人员关闭舱门 用大号螺栓将钛合金格框一圈拧紧 挤压密封圈形成完美器皿 但我们突然想到水柜吹除需要压缩空气 而且还要顺带着让壳子里的五个人喘气 无奈之下只能在后面安装一个玻璃缸尾锥 里面放入压缩空气瓶 可保证五个人呼吸四天 封闭尾锥后外形看着比较怪异 于是给圆筒也套上玻璃缸外壳 同时在两侧安装前后和垂直方向的电动推进器 以便达到三节航速 这样看起来就正规了很多 最后装上做成海底用的滑胶 重量9.5吨的潜水器终于大功告成 等来到海面上 突然从奈压壳里传来了嘈杂的敲击声 原来是艇内的乘客早就迫不及待 要求尽快下潜 于是驾驶员打开排气阀 水柜开始注水 空气从外壳上的塑料管排出 潜水器开始向海底下落 由于该潜水器已经数十次下潜到大约4000米深度的海底 导致钛合金半球和圆筒侧壁承受了约每平方厘米400公斤的水压 按照耐压壳外径1.7米 厚度13厘米 那么在40兆帕的水压下 圆筒侧壁的切向硬力约为260兆帕 这样每次下潜上浮的硬力循环 都会造成碳纤维和钛合金材料中的缺陷不断累积 形成微小裂痕 而这次刚到达3000米深度 耐压壳里的细微裂纹就快速延展扩大 在10毫秒内变成裂缝 外面的海水以每平方厘米300公斤的压墙从裂缝射入舱内 就像无数条能切开钢板的水刀 将里面的人切碎 在第二个10毫秒内 耐压壳结构湿稳向内崩塌 海水以大约每秒400米的速度 裹挟耐压壳碎片向内运动 在第三个10毫秒内 舱内的水和碎片开始互相高速撞击 使内抱的中心产生高压区 又强烈推动周围的水 形成超过水中生素的球面正激波 瞬间玻璃缸外壳就被激波的超压撕裂 在30毫秒内 整个潜水器就变成碎片沉向海底 虽然低沉的内抱声能传播很远 但也更容易受到海洋背景噪声掩盖 而无法被声纳识别 但海岸警卫队搜寻到的海底碎片说明 耐压壳内抱时 五名乘客根本来不及感到痛苦 就变成了碎片 这也许是对生者的最大安慰 同时也是完美灾难 对五名勇敢者的致敬 对五名勇敢者的致敬